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治愈 12月13日 若我们内心有深刻、真诚的谦逊 便可确信天主尝试宽宏大方的 从小到现在,您以什么态度面对权威? 面对权威者时,您觉察自己的感受吗? 或是停留在想法,希望自己怎样被对待? 在祈祷时,您所经验到的天主是怎样的一位天主? 圣依纳绝在他的时代背景分享自己的经验 几时天主发现我们内的一种深邃的、真实的谦卑 他总是宽容以待 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明 用人的思维去想天主这样看待人 即按照人的样子回应人 事实上,不是因为你不谦卑 天主就不以宽容对待你 也不是因为看到你谦卑 他就宽容相待 而是你准备好自己 接受他的爱 如同当时的比喻的父亲 无条件的爱 基本上 人和天主的来往 是基于习性和意象 传统的灵修会把一切都归给天主 实际上只看到一个面相 例如 因为你谦卑 天主就对你大方 今天的灵修学看天主和人 已经不再是这种上下的关系 而是彼此的连结 如同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的作者 引用卡尔拉内神父所说的 我们要成为小神秘学家 才能真正认识奥秘的天主 并且和他互动 奥秘就是你可以尝试 从不同的面相来看 所以今天的人 要找另外一种方式 来述说同样的事实 例如 因为你准备好 所以能够收到天主 本来就想要给你的恩宠 如果我没有得到 问题是在于我 而不是天主 以前强调要努力祈祷 好像那位克纳汉妇人一样 用努力来改变耶稣 因为我的坚持 改变了天主的心意 但天主根本不需要被改变 因为祂是爱 无条件的爱 永远都不会改变 要改变的是我 所以重点是 对于祂给予爱的时间 及做法 我有没有办法接受 对于祂的爱 在这一段时间的